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湾塔罗 又到了每个礼拜六 我们要来抽塔罗牌来占卜 接下来这周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的时候 大家会在画面上 现在看到1-12号12张的塔罗牌 请先闭上眼睛,想一下你自己 然后睁开眼睛 从这12张塔罗牌当中呢 用你的直觉选择其中的一张 选好了吗? 选好了呢,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周当中 你身边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吧 选择到1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得到的是 节制牌正位的这张牌 那选择这张牌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身边会发生很多幸运的小事情 让你觉得生命当中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哦 那有些朋友们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比别人拿到更多的折扣 让你觉得很幸运 很幸运 或者是呢 你用很好的折扣 买一下原本很贵的东西 让你觉得有赚到的感觉哦 那有些朋友们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在这周当中呢 会收到一些小礼物哦 可能是呢 你之前帮助过一些朋友 那你的朋友为了感谢你呢 在这周可能请你吃饭啊 送一个小东西给你哦 那你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幸运的小事情发生 也让你心情呢 每天可以说是相当的愉快呢 选择到二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权杖皇后的这张牌 那选择到权杖皇后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你的好严和好事呢 是会发生在桃花啊 或者是爱情这一块上面哦 那选择这张牌的你呢 如果是单身的话 其实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讨婚意相当的好 特别是呢 如果你是女神的话 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身上的魅力是会 完全散发出来 让很多人对你产生兴趣 主动追求你的人 其实是还蛮多的哦 那对于单身的男性朋友们来说 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身边呢 会出现真命天女等级的好对象哦 那这个对象不但条件好呢 跟你之间互动也都还不错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要记得主动好好的把握哦 那选择这张牌的你呢 如果是已经已婚的朋友们的话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的这周当中呢 你是可以好好经营你的感情 而且呢 是属于事半功倍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你稍微做一些浪漫的小事情 可能你主动的呢 去多抱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每天呢 可能多亲着另外一半两下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就可能会被你撩到心情非常的好 和你之间呢 互动就会更加的亲密 更加的甜蜜 也会更加的爱你哦 那特别是呢 你之前如果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间 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的话 其实在这周当中呢 都可以很顺利的化解 也会让你的感情呢 更加的稳定向前哦 选择到三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宝剑骑士正位的这张牌 选择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财运是相当的好的哦 特别是呢 如果你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 或者是呢 你是自己当老板在经营事业的话呢 你和客户之间的互动是相当的好的哦 你的口才很棒 而且呢 几乎你说什么客户都会照单全收啦 所以会让你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业绩呢 相当的棒哦 那有一些朋友们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是会有意外之彩的 那这个意外之彩呢 主要是你可能经过一些彩券行的时候 脑袋里突然灵光一线 冒出几个号码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去买一下 因为在这周当中呢 中奖几率是相当的高的哦 选择到四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权杖四正位的这张牌 那选择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跟好事 会发生在工作或是学业方面哦 那已经一开始在工作的朋友们 选到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在职场当中的人际关系很好 上司主管都会照顾你 同事呢 也对你非常的相挺 让你在工作方面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进步 就算你真的犯了什么小错误呢 主管也不太会骂你 那同事呢 也会帮你就是cover过去 这样子 让你在工作方面呢 就是感受到 大家都在照顾你哦 相当的愉快 那选择到这张牌的你呢 如果是还在 就学当中的同学们的话呢 其实代表在 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哦 你和同学之间相处 就是在工作服务中是还蛮愉快的 那如果说是一起念书啊 一起研究 一起做小组报告的话 其实都会还蛮顺利的哦 那你身边的同学呢 可能在这周当中呢 会分享你一些 他如何拿高分的方法 请你一定要记住哦 因为这些呢 是一些很重要的小秘诀 如果说呢 你把同学这些小秘诀 小配方都学起来的话呢 也会帮助你更容易拿到高分哦 选择到五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圣杯酒的这张牌哦 那选到圣杯酒这张牌 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跟好事 是会发生在工作 或者是学业方面的哦 选择到这张牌的你呢 如果是在职场上 工作的上班族的话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你在工作方面的效率 是会相当的好的 在工作上不太会遇到什么 障碍或困难哦 都能够非常顺利的呢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完 而且你的工作表现方面 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是相当亮眼的哦 主管呢 是对你相当的满意的哦 想要这张牌的你呢 如果是还在就学的同学们的话 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学习效率相当的好 而且记忆力也很棒哦 老师教的东西呢 都能够很快的记住 而且呢融会贯通 那当然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 如果有一些考试的话呢 你也可以很顺利的拿到高分 选择到六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审判牌正位的这张牌哦 那选择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身边呢 这些小人或是坏人呢 会得到报应哦 主要是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呢 曾经陷害过你 或者是找你麻烦的这些坏人呢 是会得到一些惩罚的啦 那对你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哦 有一些朋友们呢 选择到这张牌 其实是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是能够遭雪成冤的哦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曾经被冤枉过 或者是呢 背黑锅的话 在这周里面呢 基本上是会还你一个公道的哦 也会让你呢 可以有一种松了一口气 神清气爽的感觉哦 选择到七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魔术师政委的这张牌 那选择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财运是相当的良好的哦 特别是呢 如果你有在做投资理财这一块的话 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操作是相当省准的哦 所以会从投资理财方面呢 赚到不少的钱 那一些朋友们选择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如果啦 你去淘债 就是你把钱借给别人 你去跟人家要钱的话 其实这周当中是还蛮容易 可以把之前借出去的钱给拿回来的 那一些朋友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呢 是会寻找到过去丢掉的重要的东西哦 那当然呢 找回重要的事物呢 也会让你心情呢 变得更好哦 选择到八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钱币时政委的这张牌 那选择到钱币时政委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愿望会实现 而且呢 你期待已久的美梦或梦想 在这周当中是会成真的哦 你的家人啊 兄弟姐妹 其实在这周里面 是会带给你很多帮助的 特别是 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的话 你的家人或朋友们呢 可能会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哦 帮你把这些愿望或美梦呢 给实现 也会让你因此呢 感觉到相当的开心 那另外呢 有一些朋友们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是有机会拿到一些意外之财的哦 选择到9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钱币六政委的这张牌哦 那选择到钱币六政委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你是有贵人相助的哦 特别是呢 如果你之前有一些困难 还没有度过的话 其实在这周里面呢 会因为有贵人相助 给你很实质的一些帮忙哦 让你可以顺利度过一些难关 那如果说选到这张牌的你呢 正在找工作的话 其实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是会有贵人相助 帮你牵线呢 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好工作哦 对你而言呢 是很有帮助的哦 选择到10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高塔逆位的这张牌 那选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生活是会相当平顺 相当顺利的哦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都还蛮容易获得成功 像是在工作上啊 或者是在感情上 跟另外一般互动 也是会相当愉快的 基本上你的生活当中 不会发生什么不开心 或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平平顺顺 平平安安 就会让你感受到呢 相当轻松愉快的一周哦 选择到11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圣杯示威的这张牌哦 那选择到这张牌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直觉是特别敏锐 特别神准的哦 如果说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呢 就照着你的直觉去做呢 基本上呢 就会让你把问题跟困难都给解决掉哦 而有一些朋友们呢 选择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身边的好朋友 可能会帮你牵线介绍好对象哦 那单身的你的话呢 要记得千万不要推辞哦 因为呢 你朋友帮你牵线介绍对象 其实条件都还蛮不错的哦 不去认识一下 真的是很可惜哦 选择到12号牌的朋友们 你们所选择到的是 月亮牌逆味的这张牌 选择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接下来的这周当中呢 你的好运跟好事呢 是会发生在爱情 或者是桃花这一块上面哦 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选择到这张牌呢 其实代表在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你的桃花运是会谷底翻扬的哦 特别是呢 如果之前没有什么桃花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周当中呢 你的桃花运会越来越好 那如果说你是之前遇到 都是烂桃花比较多的话 在这个礼拜里面呢 你会慢慢发现身边的好桃花 好对象越来越多哦 那遇到好对象的话呢 要记得好好把握一下哦 那如果说呢 你是已婚 或者是正在谈恋爱的朋友们 其实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是经营感情很棒的时间 特别是呢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之前 对你有一些误会 或者是正在吃醋不开心的话 只要你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好好的安抚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很快就会气消了 而且一些疑虑跟不开心的事情呢 也会烟消云散哦 那把这些误会啊 疑虑都解除之后呢 当然你们的感情呢 就会走得更加的顺利 更加的甜蜜幸福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和我聊聊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 给你想要得到好运的朋友们 我是亚提米思 我们下周见 拜拜